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低沉却传得很远的声音 就是白冠长尾志打棚时发出的声音 雄性白冠长尾志 以这种独特的行为来宣誓自己的领地 雄性白冠长尾志的尾语十分修长 作为世界上围宇最长的鸟类之一 近两米的围宇是其最明显的标志 华丽的围宇是白冠长尾志成为森林中的明星鸟 同时也给它们带来了不少麻烦 因为过于亮眼的颜色 是其难以躲避森林中猛兽的搜索 但它声性激进 听觉和视觉十分灵敏 遇到危险时 快跑一段距离后 猛然起飞 或迅速奔跑逃离 雄性白冠长尾志文宇的另一个作用 是作为它吸引异性的招牌 在张家界 那年三月中下旬开始 是白冠长尾志的繁殖季节 当一只雌性白冠长尾志出现时 它的附近总会有几只雄志伴随而来 雄志们或展示长长的围鱼 或飞上树梢 展示自己卓越的飞行能力 但是 雌志对它们的表演不理不睬 此时 不远处又走来一只 身材魁梧的雄性白冠长尾志 它大胆地走到雌志身旁示爱 雌志认可了这段爱情 因为只有这样勇敢的伴侣 才能保证它的安全 当两只白冠长尾志结为配偶之后 便选择在合适的生境迎朝产卵 二十四天至二十七天的孵化期后 新的生命即将诞生 雄志努力地顶破壳 他好奇地打量着周围 尝试走出第一步 雌志没有帮助他的孩子们 这是让他们学会自食其力 只有如此才能在残酷的自然界生存下来 在厨制出生一日后 他们便可以自己到草地上觅食 但想要顺利成长为森林中的明星鸟 他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白冠长尾志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珍稀智类 种群数量十分稀少 世界智类协会 国际鸟类保护联盟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均将其列为一微物种 如此稀有的鸟类 在张家界的森林中却很容易见到 因为白冠长尾志属流鸟 喜欢生活在海拔四百至一千五百米的山地森林中 一旦确定栖息地就不会轻易迁徙 张家界八大公山原始森林 拥有亚热带少有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 而作为中国第一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三十年的封禁保护 使白冠长尾志能够在这里无忧无虑地生活 适宜的气候条件 以及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令张家界成为了白冠长尾志生存繁衍的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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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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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